把這個甲上起來了 停頓了一下 它並不是飛 在我看就是升起來了 當時已經是凌晨兩頂 張瑞君懷疑是自己太疲勞 看花了眼 於是他急忙衝進了院裡 向親眼看看這奇異的光環 我出於好奇心 緊忙出去看 我沒見過這種東西 然而當張瑞君來到院子時 卻發現天空中並沒有什麼白光 起初張瑞君以為是誰在打手電筒 於是他四處檢查了一遍 然而卻沒有發現什麼異常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張瑞君不僅泛起了糊塗 當他回到監控室 倒放剛才的監控錄像 奇異的景象 再一次出現在張瑞君的眼前 通過觀看錄像 張瑞君發現這個光團外形 竟然非常酷似一頭 跳躍奔騰的白鹿 轉過了以後看得特別像路 經過仔細比對 張瑞君發現 這個光團不但異常明亮 而且大小 竟然和圖像下方的汽車差不多 如果說這個物體真有汽車般的大小 那麼院子裡的其他攝像機上 應該也留下了這個物體的影像 於是張瑞君調出了其他攝像機的圖像 仔細尋找起來 然而結果卻讓他感到非常意外 除了正面監控大院的攝像機上 記錄下了這個神秘的光影之外 在其他的機器上都沒有這個光影的圖像 他是照著這個單眼的單眼 中心 別地都不是 然而 讓張瑞君更加感到驚奇的是 這個物體先是飛快地從較低處升起 在空中盤旋了三秒鐘之後 在毫無徵兆的情況下 在下一個鏡頭裡卻突然消失了 2號那天早晨 然後接到那個讀者的電話 陳頓 當地一家報社的記者 在得知這一消息後 他也感到非常吃驚 一團非常亮的光團 非常亮 看到錄像之後我就感覺 挺怪的現象 誰也很難鍛鍊究竟是什麼物體 比較極細的心裡想問我這種現象 到底是怎麼回事 通過仔細觀察 錄像中的光影 有許多條狀的分場 這不由得讓人想起了直升機上的螺旋槳 於是有航母愛好者猜測 這個怪異的光影會不會是一架 航母飛機呢 航母這個直升飛機特點的最大特點 就是它可以垂直起飛降落 然後它可以在空中可以前後左右 水平平移 水平前後 然後還可以倒過來飛 原來隨著航母製造工藝的進步 許多航母不僅可以做到像真機一樣升空飛行 而且一些真機無法做出的非常規動作 航母飛機也可以輕易地完成 為了進一步驗證這種假說的可能性 我們請來專業的航母愛好者 希望用航母直升機來模擬 《白鹿光影》的飛行方式 在航母愛好者的操控下 航母直升機輕易地完成了直線上升 繞圈 倒退等飛行基礎 不過說這與白鹿光影的飛行動機 依然有著鮮明的區別 我們不禁困惑起來 白鹿光影會和航母直升機有聯繫嗎 就在這時 航母直升機做成的一個特技動作 引起了我們的主意 這個突上突下的不規則飛行動作 與視頻中那團白光的飛行軌跡 竟然非常相似 然而一個新的問題又出現了 如果視頻中的物體 真的就是一件的航母直升機的話 那麼這個物體發出的耀眼白光 又該如何解釋 在航母愛好者小黃的幫助下 我們找到了一段夜間航母比賽的錄像資料 錄像給的畫面 讓我們毛色躲開 錄像中 航母飛機的螺旋槳 不但被塗上了發光的夜視材料 並且機身還悬挂著 一噴射出明亮火焰的明花 這與白鹿光影發出的明亮白光 有不少的相似之處 這段錄像使得白鹿光影 似乎又有了進一步的解釋 不過反對這種說法的人 又提出了一系列新影響 如果錄像中的光景 真是一步的 航母作詞 那麼為何單單只有一台攝像機拍下 而其他攝像機上 卻完全看不到它的蹤影呢 而且飛行物和汽車一般巨大的外形 以及突然消失等等現象 仍然得不到合理的解釋 由於各種分析猜測都無法對白鹿影像 做出全面科學的解釋 有一部分人就提出了一種大膽的假設 說這會不會就是UFO 飛碟留下的影像呢 1999年在我國北京昌平拍攝的不明飛行物 事後經過調查 證實是民航飛機折射太陽光所形成的 2005年9月8號 一位遊客在新疆卡納斯風景區拍下的不明飛行物 事後經過調查證明為人類航天器升空時脫落的碎片 而1998年在我國昆明穹竹公墓 以及2001年2月在我國盧古湖畔拍到的不明飛行物 至今也沒有準確科學的解釋 就在飛碟說尚無定論之時 又有人提出了一個新的假設 認為這個光團很有可能是一種罕見的閃電現象 《球形閃電》 季海當地防雷中心主任 與雷電打了十餘年的交道 不常見 非常害見 它的形狀以這種球形為主 但也有這種比如說矩形的 或者是這種雷防體類等等 各種形狀還包括壓鈴性的都有 也是一般以這種被社會是成功的 季海還告訴我們 在學術界 球形閃電的形成原因 並沒有一個權威的解釋 不過 球形閃電通常都伴隨著 我們常見的直線閃電同時出現 然而 據張瑞君回憶 白露出現的當天是晴天 並沒有閃電 另外 球形閃電 大都發生在靠近地面的高度 而視頻中那個白光 離地至少有20米高 不明飛行物是球形閃電的說法 似乎也欠缺說服力